这些天在内地的一些网站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 题目是罪恶的黑人之路 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 400名父亲汽血忽救 帖子以400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 讲述了他们的孩子在郑州的火车站 汽车站 立交桥下 马路边等地方 被人贩子诱骗或者是强行拉上车 用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了山西的黑窑砖做苦工 这张帖子首先出现在河南大河网的论坛 即使到6月12号已经有超过31万人次阅读 6月7号被转贴到天涯杂谈 短短六天时间内已经有58万人次的阅读量和3000多篇回帖 帖子讲述了寻找孩子的过程 并且描述了在黑窑厂工作的孩子们的惨况 帖子还说除了河南 还有一些被当作黑童工的孩子来自湖北 四川等省份 并且指责这些黑窑厂所处的乡派出所 不单单对这样的情况做事不理 还百般刁难不让他们带走自己的孩子 更方任黑窑厂的厂主对他们进行恐吓 媒体已经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大河网和商都网专门开辟论坛让网友讨论 不管这封信里面描述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河南未成年人被拐骗到山西黑窑厂做苦工 真实存在 从5月份开始 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就三次前往山西黑窑厂安访 截止到6月11号 一共播出了21期节目 有上千名家长到电视台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 根据记者的报道 在山西的运城和近城一带 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的窑厂 因为当地人口少 很多厂主非法用工 从轮贩子和黑中介手中购买劳动力 而当地政府对于这些窑厂采取保护的态度 在这些黑窑厂工作的孩子 有的是被拐败的 也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困 生活所迫 而解救这些孩子最大阻力 就是当地的执法部门的不配合 甚至执法违法 那么这位三次到这些黑窑厂去进行暗访的记者 就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记者 傅珍珠 我们现在就用电话接通了 珍珠 珍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在采访的过程中 看到了有多少的孩子 他们年纪大概是多少 然后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生活 工作的这样一个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好 立伟 我是河南电台都市频道记者 傅珍珠 是这样 我在三西采访中 我见到过的这种 未成年的孩子做苦工的孩子 大概有100多个 最小的通工只有8岁 大一点的就是14、15岁的孩子 那你在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的这样一个最小的年纪是多少 我看到你也接受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采访 描述了当时你看到有一个孩子好像只有8岁 最小的孩子是我在三西省的万荣县 通化镇 通化镇六五村 这个有一个窑场 我见到这个孩子 只有8岁 这孩子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可以说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应该说 哎呀我就 那就是当时那种心情 就是说是无法描述的 就是说那种震撼 应该说像我们这样记者 就做了十几年的记者 应该说很多场面都是见过的 但是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在干那种 成年人都不愿意干到体力活的时候 应该说当时我的眼睛是滋润的 说实在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既然媒体已经曝光了 为什么这些孩子还是有一些会留在这里 他们不能够脱离这样的境况 那么你有没有联络当地的这个政府有关部门 让他们去面对这个问题 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这个事应该这样看 应该说这个窑场在三西是非常多的 就河南交界的地区 三西的近城和运城 就我所了解的这些窑场 大大小小窑场 至少是超过一千家的 我作为一个记者 我所走过的窑场也是非常有限的 大概有一百家吧 就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是以河南家长找孩子的名誉 去安防这些窑场的 我们在安防窑场的过程中 就说我们所能解救的孩子 只能说是河南的孩子 并且是当事人的孩子 这个当地警方也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三西的林仪县 当时这个令狐腰腰厂 解救河南少年张道虎的时候 就说有一个河北的男孩 孤独要求说 让我把他带出去 当时我就给警察说 我说把这个孩子带出去 但警察说 不是你们的孩子不要管 应该说作为一个记者 面对这样的场面 我心情是非常痛心的 但是作为一个记者 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刚才你说到当地的警察 就是说不是你的孩子不要管 那有没有遇到 就是说 你有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地的一些窑场 会这样的猖狂来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出现一些执法不言 或者说有法不一的 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存在的 你有没有具体的遇到 比方说当你像当地的政府 或者警方求救的时候 或者求救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比较消极的 这样一个做法 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们在解救河南的孩子过程中 我们求救的 或者求救的 都是当地的一些执法部门 比如说派出所 或者是劳动局 那我看到就是说 河南省已经是开始了 一系列的政府 推出了一系列的行动 要进行一个月的专项活动 我觉得这样的话有不有效呢 应该说这个 就是河南电台都市频道 报道了这个 未成年的孩子 被拐卖到三西黑销厂 做苦工这个事以后 河南省省委省政府 是非常重视了 河南省公安厅就是 采取行动是很迅速了 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况 在三天的时间内 河南省出动了 三万五千名警察 就是打掉了五个 这个就是这种 黑中介人犯的这种团伙 就结束到目前 就河南省公安厅 已经紧急这个 上报公安部 把河南孩子 就拐卖到这个 三西黑销厂 做苦工这件事 紧急上报给公安部 请求公安部 督出三西警方 来清查三西的黑销厂 好的 谢谢郑州 那么我们也会 一直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 看到这样的情形 除了震惊和气氛 最重要的是 我们到底怎样做 才能尽快地帮助这些孩子 可以看到 虽然河南省的媒体 和政府都在行动 但是因为涉及到 跨省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出面 采取行动 发出指令的话 光靠河南省自己 根本没有办法 彻底地解决问题 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 不当的待遇和低工资 孩子们当然没有能力反抗 但是即使是成年的劳工 同样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就在这批同工的遭遇 被曝光之前 有31名神志不清的农民工 被三西警方 从当地的一个专场里面救出来 从而揭露了他们在当地 被当成奴隶工的这样一个遭遇 他们的一个同伴 更是因为做工作的时候 稍微的比较慢了一点 就被活活的打死 为何这些工厂东主 如此的胆大妄为 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 都是有得到了 有权力的地方官员的保护 地方政府有法不依 甚至是执法犯法 说到底都是一个钳子在作怪 只要管理有漏洞 总是有人要遵控制的 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水平提高 太慢也不太现实 还是需要管理 不过如果要管理这些黑咬厂的话 首先还是要约束和监督地方官员 不要让他们有机会 变成地方的土皇帝 有关今天的这个关注点呢 特别是对于这些同工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那么不过来就要帮助他们的